你告诉我神会愤怒 那我今天也告诉你们 就算是神也要给我学会颤抖 就在刚刚 斗战圣佛仅仅只是一击 便让雷神索尔伸手一出 这个时候三大主神同时出现 将其死死的封锁在竞技场内 可谁能想到就在这片刻之间 竟引出了东西方神明之间的惊天阴谋 而斗战圣佛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西方主神 人类清除计划最后的绊脚石 而此刻这三大主神神哥归位之后 竟爆发出逆天的神力 不再隐藏的宙斯和奥丁 其实力竟丝毫不若以滑下三清 这斗战圣佛也不由得眉头一皱 可即便这样他丝毫不惧 这大战眼看着就一触即发 而就在这时奥丁手持永恒之枪 直接刺向斗战圣佛 二话不说三头六臂上千迎战 这一棍一枪直接在空中相撞 而宙斯老头也没显着 竟从斗战圣佛的邪后方一拳袭来 而这一拳正是他和亚当交战时 曾经使用过的超越时间之拳 其速度与零秒相差无几 由于事发突然 斗战圣佛多闪不及 这一拳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身上 眼见此一幕 场上的华夏观众神情淡然 众所周知 这斗战圣佛身怀大品天仙诀 自由金刚不坏之身 这一拳不会对他有所伤害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当然不是 此时斗战圣佛震惊地发现 这宙斯老头打出的每一拳 虽不足以让他受伤 但却不停地撼动着他的佛心 没错 外伤虽然免疫 但这内伤却最为致命 而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这斗战圣佛也绝对不是盖的 在短短的错愕之后 他直接使出了定身之术 当然这定身术自然不能定住西方主神 而他要定住的竟然是他自己 对他而言 被定住之后周围的时间就是零秒 已经无限地接近于宙斯的出拳速度 而心随意动 在事实解开之后 其速度竟和宙斯完全一致 这斗战圣佛好生了得 而就在打得震撼之时 一支弓箭突然从斗战佛的耳边飞过 而这支弓箭正是来自于太阳神阿波罗 原来在他们打斗之时 这阿波罗一直死死地盯着斗战圣佛 只为事实偷袭一击必杀 这在场的人万万没有想到 西方三大主神配合起来竟如此默契 天衣无缝 而宙斯和奥丁的实力 也绝对在斗战圣佛之上 原来自孙悟空成佛以来 心中多了一分浮动众生之心 但佛家只讲心境的提升 虽然斗战佛的排名甚至排在观音之上 但这战斗力也确实不如当年的风猴状态 而自知不能再这样下去的斗战圣佛 突然高举金箍棒 三头六臂 飞速旋转 不但逼退的身边两大主神 这场上的尘土也全部扬起 让人根本就看不清 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尘埃落定后 众人发现 斗战圣佛消失不见 可这场上竟站着两个一模一样的宙斯 在定身术的加持下 两个宙斯真假难辨 一时间这太阳神阿波罗也犯了难 但没想到这奥丁却突然一笑 他将永恒之枪直接扔向右方的宙斯 没错 这永恒之枪并非凡物 他竟可以锁定标记过的目标 而且不死不休 在挡下这一击后 斗战圣佛只好作罢 场上再次回归平静 这宙斯老头突然说道 你随意称佛 可你出身不过 东方一妖猴 被驯化的你根本不足为据 这话音刚落 这斗战圣佛也突然笑了起来 你似乎对我的过去很感兴趣 那不如就让他和你们见上一面 就在这时 斗战圣佛体内的最深处 一个声音爆发了出来 出来 你放了我五百年 我今天还不是斗战圈的吗